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指不定哪件事就要炸锚 海鸡炮神手柱子就深受其害 在苍云岭一站里 李云龙通过望远镜 发现了鬼子的前沿哨所 只要打掉这个指挥所 就能顺利的帅步突围 就在此时柱子就华丽的登场 但是就在李云龙得知只剩两发炮弹之后 不管别人说什么上来 就痛骂了柱子 可把这位神炮手给委屈死了 炮弹为啥消耗得如此之快 还不是他李云龙在那里指挥放的吗 现在打完了又不认账了 不过李云龙脸色突然又转了 而且告诉柱子 只要你把那个指挥所给我炸了 我给你想了半斤地瓜烧 就在柱子听说这番话后 眼睛都直了 而且刚刚的委屈也是一扫而尽 我们都知道李云龙是一个蛋 酒如命的人 老是能看他盘腿坐在炕上 一口酒一颗花生蜜好不自在 难道他的身边也都是这样的一群酒鬼 首先喜欢喝酒只是男人的一种天性 酒这个玩意儿要说好处还真没啥好处 除了能让人非常兴奋 喝的时候十分飘飘然 其他啥作业也没有 而且喝的时候虽然非常过瘾 但是醒酒的过程却是十分难受的 不仅头疼 而且人也没有精神 搞不好还得去医院打点滴 即使是这样 大多数男人还是非常喜欢喝酒的 无谓别的 只是为了喝酒以后 那半醉不醉的感觉 浑身上下都透着那股子舒服性 如果能遇到一个合拍的朋友 一斤两斤的 还真不算个啥 有不少女人不能理解 男人为什么喜欢喝酒 其实男人喝酒可以姐们 放松压力 还能交上朋友 有这些条件就已经够了 所以柱子喝酒也是正常事情 其此 酒在那个时期是个非常稀有的物资 酿造酒水衣 定需要粮食 而且是大量的粮食 自打星末以来国不成国 农业生产也是一蹶不振 导致了粮食产量一直都非常的低 特别是在1937年以后 粮食就更加的弥足珍贵了 到处都是饿死的人 哪有多出来的粮食去酿酒呢 当时的酒可以称之为是奢侈品 真不是谁想喝就能喝的 而却独立团的这些存酒 也都是缴获而来的 在那个时期 酒的好处还有很多 除了能够喝酒欲含几外 高度酒还能起到杀菌止疼的作用 所以李伦龙以及下面的战士都喜欢喝酒 也不算什么太稀奇的事情 最后 这半斤地瓜烧的含义非同一般 柱子毫无疑问是个爱酒之人 但是一听说 团长要给他半斤地瓜烧 他就高兴的蹦了起来 一定不会只是为了那半斤酒的缘故 而最为主要的是 这半斤酒象征着的是一种荣誉 说其是一种信仰也不为过 大家试想一下 战斗胜利的 柱子抱着这半斤酒 叫上大伙一人分上这么一口 边喝还边说 这可是团长亲资赏的 大家都来尝尝 这是一种多么阔系的场面 这酒也只有从李伦龙那里弄过来 才会显得如此之珍贵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